大宝贝们晚上好 我是电影推荐的推荐妹 今天晚上给大家推荐的电影是黑盒子 爱丽丝和父亲住在一个荒芜人间的森林 她断了一只幼鼻和父亲的关系非常差 原来在几个月前他们一家自驾游遭遇 到了车祸连爱丽丝的母亲都去世了 因此爱丽丝妃长恨自己的父亲为了能安抚女儿的心 父亲带她来到整个地方休养 洗涤心灵可是女儿并不领情 还认了一只狗做自己的母亲 一天爱丽丝带上狗妈妈出去散步 在野外发现了一幢黑色四方体 她用手轻轻一碰黑色四方体出现了一个洞 爱丽丝从洞中拿到了一张纸条 让她意外的是这纸条竟然是未来的自己写给自己 上面写着不要相信他们 回到家父亲带了一对姐弟回来了 姐姐因为被男友打成重伤 带着弟弟来到了这里求救善良 她父亲便收留 那他们第二天爱丽丝出门散步 又在黑色四方体里抽出了一张纸条和一张记忆卡 未来的自己告诉爱丽丝一定要杀死这对姐弟 不然将会遭遇不测 然而善良的爱丽丝并没有动手 结果就是她的父亲被姐弟俩引来 打黑衣人给杀死了 于是爱丽丝又去到了黑色四方体 寻找真相 从黑色四方体里她回到了两天前 才发现这对姐弟俩是故意受伤 和她父亲同情目的是要杀死她父 亲为了救自己的父亲爱丽丝再次一时心软 又被姐姐给杀死了 这时这个时空的爱丽丝和父亲 从死去的爱丽丝身上得到了纸条和记忆卡 大概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卖两人便一起找到黑色四方体穿越到了 爱丽丝父亲被杀的那晚等待凶手寻找答案 从凶手的口中得知她和这对姐弟的父母都是被爱丽丝父亲的车祸给弄死的 所以三人才会联合来做这场戏 最后爱丽丝靠着黑色四方体回到了车祸前的时间 决心要改变这场天灾人火 喜欢电影的朋友就快来看吧 过时不后呢 一个能看电影的公众号MOV138长按复制